今天可能很多人上班猛打 哈欠因为熬夜看士族赛 我们的国际中心记者 彭惠云也来到棚内了 惠云我们今天一连串讨论 士族各式各样的场内场外 值得关注的事情 先要跟你问问 昨天晚上应该大部分人都知道 我们这不算破梗了 阿根廷夺得最后的冠军 那么当家主将梅西 在领那个大力金杯的时候 穿的那个黑袍 为什么呢 那个黑袍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惠云 好没有错 相信很多观众朋友 跟我们一样都是熬夜看球的 那也知道就是说 最后的结果是 由阿根廷终于在士族称霸了 那么当家主将梅西呢 如果观众朋友看颁奖力 看到最后的话 你会看到这个球员呢 当然是很高兴嘛 梅西捧起来抛飞啊 又叫又跳的 但是会发现说 梅西身上怎么有穿一件黑色的袍子 而且这个袍子呢 其实是由卡达的埃米尔 也就是由他们的领袖 所颁给梅西的 那有点象征性的意义就是 梅西这个黑袍加身 就已经将他获封为 史上最伟大的球员 因为这个黑袍呢 是阿拉伯世界里面 属于男性的传统服饰 叫做必夕 但是呢 要穿上并不是这么的容易哦 一定要是 你的身份尊贵 或是你的地位尊贵 或者说过去呢 是在婚礼 或者宗教节日 这些重大的宗教节日上面 才会看到的 那要穿上的呢 除非你是非常重要的神职人员 或者说地位伟大的人 你有做出特别的贡献 获得了外界的认可 才可以穿上这个黑袍的 那也可以看到呢 现在卡达的埃米尔 他亲自帮梅西 穿上了这件黑袍 等于就是有点认证 说梅西已经是 称霸世界足坛了 等于他是 史上最伟大的球员 那梅西从头到尾呢 之后也穿着这件黑袍 接受各界的喝彩 那整个画面 当然看起来是非常高兴 当然阿根廷球迷 更是欣喜若狂 主播 是 说到这个欣喜若狂 一般我们会觉得 梅西是一个比较稳重 持重的人 终于如愿捧回冠军杯 昨天我们看到 他在领奖杯前后 有一些行动 有一些行为 说起来蛮有趣的 蛮孩子气的 我们再次把镜头 交给慧云 也带我们仔细的来看一看 好 没有错 大家都知道 梅西为了这一座 士族的金杯呢 他是拼了五届的士族 到现在已经踢了 慧云国家的效力 大概16年左右 到现在第五次参加士族 他才终于捧回 这个冠军金杯 所以呢 要等颁奖的时候 真的是忍不住了 他领完了金球奖之后呢 站在旁边 要看着那个大力神杯的时候 就忍不住过去 偷偷摸一下 然后偷偷亲一下 那这些呢 全部都被在场的 媒体记者给拍了下来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真的是等了 好久好久 才等到这一座金杯 那可以知道说 梅西在这一次呢 其实是带领 阿根廷的国家队 完成了许多重要的里程杯 那从去年7月 已经赢得了 美洲杯的冠军之后呢 接下来要拼的 就是今年的士族 没想到在士族第一站 就是出师不利 输给沙烏地阿拉伯 所以让全队呢 都好像赶快 重新整顿 他们的状态 回神了 所以最后呢 才一路连胜 一路过关之软将 那么闯到了决赛 但在决赛 遇到法国 真的又是踢得非常辛苦 真的是踢好踢满 大家昨天也都看到 这么惊险刺激的画面 所以这个奖杯 对梅西来说 真的是得来不易 那再加上 这是他士族的最后义务 所以可以说 对于他来说 真的是他在国家队生涯 画下了非常完美的句点 那当然呢 也会流露真性情 忍不住偷摸偷亲 这个奖杯 但另一方面就要看到呢 梅西呢 其实也获得了金球奖 但是和他一起获得金球奖的 还有法国队的明星前锋 姆巴佩 那姆巴佩这边呢 就是相当失落 因为他昨天表现是非常好 上演了帽子戏法 而且呢 这一届士族一共进了八球 是士族的金缺奖 但是呢 没有想到 却还是没有能够帮助法国称霸 那么之后呢 到现场观赛的 法国总统马克宏 其实有安慰姆巴佩 来听听他怎么说 好 马克宏呢 一路在现场观赛 你可以看到他的比赛 他的表现呢 他的表情也跟场上的球员一样 起起伏伏的 那看到姆巴佩这么失落 他当然很难过 可是他也安慰他 你还年轻 不过姆巴佩在上一次 2018年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捧回过了 士族金杯了 那么这一次呢 很可惜没有能够称霸 那对法国来说 确实就是插林门一脚 那当然 对于球迷来说 就是看了法国跟阿根廷 这么顶尖球队的对决 想必也是心满意足 好 谢谢惠云 带我们看到 昨天晚上几个值得纪念 值得一看再看的镜头 等一下我们整点新闻里头 也会有关于 这一场士族冠军赛 更进一步的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